孟希白三个族领来找魏央得瑟 傲慢无礼 以搅扰公堂被罚三天苦役 因私斗被羁押一千多人 带着众里来找魏央说情的人很多 魏央让警监把礼物都收下 回复他们会如实禀报 待上决断 盈狱找到魏央举发孟希白士族阴谋 魏央说法治不是人治 有刑才能定罪 偷听不算证据 直接下了逐客令 公主 梅线火急 恕魏央不赔 车英 送公主回城 不如你换 咦 这戏有点过了吧 再刚正不阿也不能这样啊 咋说人家也算提供了线索呀 客气点总该有吧 魏央单独见了此次涉案人犯 石公白驼 国齿时就是出自他之手 魏央跟老白驼推心制服地聊上了 外敌和国人 你跟谁仇恨更大呀 你一家老小都死于战争 你都能放下 因为一刀之仇 你却要拼死私斗 你也是有大格局的功臣 你想想 这算个什么事啊 老白驼说 老百姓其实更恨仇杀私斗啊 是啊 私斗的歪风邪气不灭 国家哪有实力对外作战呢 如果是杀了私斗的人 大家没意见吧 魏央这是要找一个突破口 用于说服民众接受法治 思想工作做完 魏央潇洒离去 留下老白驼陷入长长的思考 孝公一看涉案人数如此众多 都处在老士族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上 头大 孝公派人去找魏央为老白驼求情 魏央感觉自己得亲自去越洋 找老大说说清楚原则问题 不能变 法令如山 不能还 法规时效 不能减 减刑匮法 不能设 法外无恩 孝公说 你去求吧 都一锤子砸稀巴烂吧 老大呀 秦国一直以来可谓是多灾多难吧 你天天打仗 没空琢磨着治国之道 法家之傲啊 我知道这突然变法 突发情况 你难免压力山大 孝公激动的说 秦国一百多年 失人证 经历四代昏军 也没灭亡 为啥呀 秦人认这个人证啊 你变法可以 这转弯也太陡了吧 一杀都七百多人 这不是引爆核弹吗 法不爱民 无以立足啊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每年死于私斗的人 少则几千 多则上万 我杀这七百多 杀一净百 彻底解决问题 你说你的人证爱民 还是我的法治跟爱民 孝公说 你杀的人也不全是坏人 还有可多好人呢 魏央说 法不诛心 看行为 杀了人了 就是坏人了 两人吵了一夜 睡一觉 接着吵 少公说 你这一锤子 秦国会大乱的 魏央说 我走遍了秦国各个角落 我了解秦人 渴望国家强大 民势力 有很强的辩识能力 民众都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了 国家必强 要是一个国家 国君一个人说了算 离王国就不远了 现在我抓了那么多人 并没有乱 说明什么 说明大家都渴求法治 这是大家的期盼 两人灵魂对撞 吵了三天三夜 孝公冷静下来 觉得魏央是对的 应该把辩法进行彻底 不过你给我一些指标兄弟 让我特赦一批吧 跟执法部冲突 对方方面面 也说得过去 老大呀 你不要怕那些老士族 大政在于民啊 得民心者 得天下 孝公说 我要是扛不住了 你就得走人 魏央说 你特赦一人 就是千里之低 溃于瘀血 我再怎么努力 这变法也走了样了 孝公深深鞠躬 给魏央敬酒践行 壮行 魏央也诚恳地拍了个马屁 功能出于人质 而超于人质 天下大行 刑场上 魏央拜计法针 准备行刑 一次要斩首七百多人 行刑能顺利进行吗 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完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 明镜需要您的打赏支持明镜ی